老航專舍都說樓市前景越是不明朗 發展商買樓手法越是層出不窮 在供應爆棚的啟德跑道區 新世界和遠展旗下的拍外深一 不單以全區赤價和入場價伸低做招來 還推出租金回報保證計劃 保證買家首兩年可以獲取3.5%的租金回報 這個表面專為收租投資者而設的方案 背後吸引力有多大呢?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呢? 由2022年9月,胡德鋒推售買Mid Kit 當時首批截實赤價22,452元 一年後,嘉賓卿投推啟德海灣 赤價回落到19,798元 做完新盤開售價一浪低於一浪 但這兩個啟德跑道區的樓盤 銷程都是拉牛上樹 自今年7月初為止 兩個樓盤分別累售90伙和88伙 佔全盤只是14%和9% 都令到2024年的下半年 首個推出的樓盤拍位深一 不敢過於進取 首批60個單位 致實赤價多至17,189元 開放式單位入場價386萬 也創出了啟德跑道區的入場價新低 要確保去貨 快線商還推出名為 象森租務安排的租金回報保證計劃 前提是 總折扣額會由原本的1,8% 減少2% 去到只有16% 以換來是自入伙起計 首兩年收3.5%的租金回報 如果以樓盤入場單位 六座二樓J7為例子 單位實用面積234呎 至實售價396萬 如果要收取三厘半有租金回報 等於第一年你會收到138,600元 第二年會再收多138,600元 累計一共收到277,200元 而這筆租金會一次過預矯半年給你 先別談這個方案是否吸引 准賣家應否採用這個計劃 首要考慮是買樓時的貸款安排 因為根據金管局最新的政策 非自用物業的按揭乘數是6成 不單止於平時自用物業最高九成為低 都有銀行在計算按揭乘數時 會扣除所有折扣優惠的光珠價 再計算貸款額 換句話說 如果選擇租金回報保證 就算發展商提供一些離場機制也好 我們都不能夠排除銀行會先將兩年的租金扣減 之後再計算貸款額 就像剛剛的單位為例 一層396萬的單位 原本以為收租你都可以借到6成 相當於237萬6千元 不過在扣除租金回報保證金額後 如果你拿足兩年租金27萬7千元 單位的光珠價其實是368萬3千元 如果這個銀碼借取6成 你最高的貸款只有221萬 這邊代表準業主有機會要自行捧差價上會 之後才能夠享受到租金收入 按揭問題過關 第二點要考慮的就是計劃的靈活度 雖然發展商協助提名租客 期內業主都可以隨時終止租約 看起來好像很側重業主權 但畢竟租客是不需要繳付任何案件 離場時如果單位有任何損失 沒有案件的支持之下 發展商會否為這件事負責 我們向發展商查詢 他們說因為這份租約是由新世界 和遠展合營公司代表租客 去和業主簽署的 所以發展商會為這件事包底 不過還有另一點要留意 根據方案 如果期內終止租約的話 雖然租客要向業主支付單位售價0.5-2%的款項 再減去已經預繳的租金作為給業主賠償 但畢竟這個方案 是沒有任何死約許約束的 如果租客入住一個月 就突然說要終止租約 不單止令到3.5%的租金回報名存失望 業主在接近未享用過租金回報保證的機制之下 獲取的折扣額都要按機制減少至1.5% 業主同時都要付2萬元的分手費 七除八扣之下 分分鐘有機會得不償失 對於租客的質素 業主沒有選擇的權利 但其實都不是選擇與否的問題 而是有或沒有的問題 分證商是否一定可以寫包單找到租客呢 如果最早不能寫包單找到租客 而純粹由發展商在空置的情況下 照舊支付3.5%的回報保證 這點都意味 兩年之後的租務市場隨時打回圓形 所以大家都不要盲目 將跑道區和3.5%的回報畫上等號 又如果 如果相關物業真的可以確保租到3.5%的回報 賣家又為何要這麼大費周章 被發展商捆綁住呢 而不直接自行在二手市場尋找租客呢 明都明槍 簽署一年生一年死約 不是來得更有彈性嗎 最後雖然有租金回報保證 但其實後續的集費繼續要比較 少數拍場計的支出 包括差響、地租管理費和物業稅 在稍租的時候都要通盤考慮 因為都可以直接蠶食回報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就是這麼多 想看更多樓市短評 也要手選到攻略或深度樓市調查報道 就記住訂閱我們胡說樓市YouTube頻道 加上旁邊的小鈴鐺 還有最主要是Seres 下次出片你就不會錯過了 今天先聊到這裡 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 久不見了 點燒 小鈴鐺 請